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就看到了亚伯拉罕他为了要埋葬撒拉 撒拉127岁 他死了以后亚伯拉罕当然非常的哀痛 他要把他埋葬在迦然地 但是我们知道当时亚伯拉罕其实他们过着的是一个 搭葬盆迁徙棚居的这样的生活 他们在没有真正自己的土地 所以他用了400色克拉买下这一块地 只为了要埋葬 作为他们以后在迦然地可以埋葬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400色克拉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土地跟这个钱 有时候是看你在哪个地方 你需不需要 但是我们可以来有一个比较 在撒姆尔记下的24章24节那边有记载的是 大卫他花了50色克拉的银子 买了一个合场跟牛 那大卫后来要建圣殿 那一块圣殿的地 建圣殿的非常大的地 他圣经在历代字上的21章那边 就提到说他花了600色克拉的银子 那我们在耶利米苏32章也看到 耶利米先知他有一次要买一块地 那块地其实也不小 他花的是17色克拉 所以400色克拉在那个时候 以土地的这个价值来讲 其实这一次他是花了高价 买了一块土地 那为什么这个亚伯拉罕 他要花这么大的一个 这么多的钱 然后来买这一块坟地 其实这当中呢 有很多可以让我们得到勉励的 一些启发 因为撒拉死了 然后呢 他要让撒拉葬在迦兰地 迦兰地对于 亚伯拉罕或者撒拉 他们两个人的意义是什么 是神应许的地方 那 但是 这两个人当中的一位 就是太太 等不到 这一块地方呢 成为他们 得到的地方 他们还过着的是一个 没有自己土地的一个生活 神只是告诉他说 加兰地 整块地 我答应要给你 他就信了 这里这一张图呢 因为 我们 最近读了创世纪都在谈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原来是住在乌尔 所以我特别把这一块地 这个地图把它整理出来 乌尔就在我们看到的这张图的 右下方 右下方那个地方 乌尔 他从乌尔出发 往北走 到了哈兰 在哈兰的时候 神说你要离开 确定离开你的本家本族 然后要到加兰地去 那个地方呢 是我应许要给你的 然后呢 也告诉他 说我要让你成为多国的父 那个时候呢 亚伯拉罕呢 他连一个儿子都没有 要做多国的父 还说 我应许你 你的子孙 要如天上的众星 后来又说 向海边的杀 只因为 这是神讲的话 亚伯拉罕就相信了 这是最近 一两个礼拜 我们在读亚伯拉罕 他的这个经历的时候 深受感动的 然后呢 最后呢 他走到 这个左边 走下方的那个事件 那事件 就在这个加兰地 那这个从乌尔经过哈兰到事件 这一段路程到底有多远 这张图呢 有这个两尺 有两尺 我把它量了一下 差不多一千六百公里 一千六百公里 是什么样的一个距离 我去Google Map 查了一下 我们台湾基隆教会 在最北方 到最南方的教会 我们叫做 屏东的潮州教会 你那个Google Map 一查的话 三百九十六公里 也就是说 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妻子 没有一个子女 听了神的应许呢 就从乌尔走的 左路 那时候只有左路 走了一千六百公里 就是绕着台湾岛 用左路的 走两圈的意思 或者是说 从基隆教会 走到潮州教会 这样走四趟 的意思 我们一般呢 如果用走路 一个小时 在列家休息的话 大概可以走四公里 一千六百公里 就是你要走 走路 走 这个四百 四百 小时 那如果一天走 八个冲头 就是你要走五十天 然后到了 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 不是这个地方 就是你的 这个地方有人 土地 早就有人 在那个地方 然后他们是 过着这个迁徙的 这个生活 但是神告诉他 这块地要给你 他就相信 有一天一定会实现 所以呢 他们后来呢 又去 因为饥荒又去 这个埃及 然后又回来 伯特利 然后最后呢 就到西伯伦 就是我们 在二十三章 所提到的 这个西伯伦 这西伯伦在哪里 我们看这张图呢 就很清楚 西伯伦呢 就在十海的西边 然后呢 上面 是这个 耶路撒冷 再往上 就伯特利 南方一点 是别是巴 大概是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 我们刚刚读的圣经 说这个西伯伦 他还有两个名字 一个名字呢 叫做 基列亚巴 基列亚巴 是什么意思 亚巴呢 是 这个 当地的 先祖的一个名字 基列就是 城镇 就是亚巴的城镇 亚巴是当地人 很尊敬的 当地人的祖先 又叫做 曼利 这个曼利呢 是当地的一个 酋长的名字 那在《创世纪》十四章那边呢 就提到了这个曼利 那这个都是 当地都有人了 而且呢 看如果从我们刚刚所读到的 亚伯拉罕去买这一块地 当时 不要讲说是 这个三千 三千多年前的 这个世代 都已经 大家都有地方 有位置 有大小 然后还要有证人 还要 这个大家出价 最后出价还价 亚伯拉罕是不还价的 对方甚至讲说 我就送给你好了 但是亚伯拉罕这一个 寄居的人 神告诉他 这个是他 应许之地 他觉得 我 傻拉死了 他没有要回去 既然神这么讲 我就是住下来 那现在 神还没有把 用什么方式 把这一块地 给我的时候 我就尽我的力量 这就是今天晚上 小弟要跟弟兄姐妹 来勉励的地方 他就尽自己 能够做的 朝着神 给他应许的方向 神还没有完全 达成之前 就 按照自己 可以做的 先把 可以解决的事情 先解决 而且对方讲说 我送给你 送给你是 今天说送给你 因为这个土地 是别人的 亚伯拉很清楚 如果 我不是把他 买下来的话 那 我 或者 我的太太 或者我 或者我以后的子孙 连埋葬的地方 都没有 人家随时 可以叫你 把他 牵着的 所以 这里呢 事实上 亚伯拉罕 一定有很多的 这个思考 神的 应允还没有实现 刚刚我们提到 神给他 两个应允 一个就是 我要赐你 佳南权地 永远为业 我们最近 几天都在读 这一段经 我就不再翻圣经 你要做多国的父 你的后裕 要向众心 就这两点 但是 神的话 他相信一定 一定会成真 怎么样的成真 不晓得 就像他 要做多国的父 连个儿子都没有 他还 这个 跟神讲说 我连个儿子都没有 神就 是他一个儿子 他的儿子 生了以撒以后 神又 又说你把 这个以撒 献给我 他就照做了 但是 在撒拉死的时候 圣经说 亚伯拉罕 非常的伤心 这个伤心 除了夫妻的感情以外 是 小弟认为 是神的应允 何时实现 事实上 亚伯拉罕 是确定的 但是是 不知道 他还在过着 大帐篷聚集 嘉然的生活 他137岁 因为撒拉 127岁 他多撒拉 多10岁 他137岁 他100岁的时候 生以撒 以撒几岁 37岁 37岁了 一个要做多国的父的 亚伯拉罕 以撒还没有结婚 然后还没有见 这个应许什么时候 要实现 连一点影子都还没有的时候 这个被应许的既成人之一的撒拉死了 这就是亚伯拉罕 所以成为 后代基督徒 或者在新约圣经里头 新约的作者 多次的来描述 亚伯拉罕的信心 而且 称 我们在后来 我们这些外邦人信主了 在属灵上 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因为他的信心的确带来了我们很大的激励 也是我们一生 要学习的一个开模 至少我们从 最近我们在创世纪所读的 亚伯拉罕的经历 一直到今天晚上 他撒拉死了 应许 不晓得什么时候要实现 他为了让撒拉 在这个应许之地 有一个葬身之地 他花了400色克勒的银子 买了一块坟地 而且拒绝别人的馈送 因为他知道 只有用自己的力量 所买下的东西 是让他无愧于神 要将这一块应许之地给他的 他相信 神以后一定会安排 但是就眼前的事实是 他必须要有所作为 所以 圣经来描述亚伯拉罕 事实上是提到两个重点 一个重点就是 他对神的应许是至死不渝的 就是 希伯来斯的作者说 他们是到死的时候都还没有见到 这个应许到底要怎么样子实现 但是他们到死的时候都相信 相信时的话 存着信心时的 这是亚伯拉罕 所以被后代的子孙 说他是信心之父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是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这些 对他的这个技术里头 我们有看到一点 就是亚伯拉罕是非常尽自己本分的 也就是说 神有应许 神已经要给你什么 神有告诉你 这个未来的这个方向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亚伯拉罕很清楚 作为一个人 作为神的一个子女 这个应许要给我 那是神的事情 但是我自己本身 就是要锁自己的本分 所以自己的本分是怎么锁 这个信心呢 就是建立在 他的这个行为 建立在他的信心上头 所以神所交代的话 他都听从 而且他都用行动来表明 他坚定的信心 就像我们23章 这边提到的 提到的 撒拉死了 他花400色克勒的银子 买了一块 买了一个奈比拉洞 来埋葬撒拉 然后以及旁边的这个土地 这个都是用行动来表明 他对神应允这一块地 要成为应许之地 成为我子孙的 这一个子孙的 永远为业的地方 他是坚信不移的 虽然现在还没有 神用什么方法 他不知道 但是既然这一块地 是要成为我应许之地 我就一点一滴的把它成为 这个地是属于我的 他用行动来表明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圣经也发了一张的篇幅 来描述 他把以撒要献给主的这个过程 这个都是在告诉我们说 他所谓本分就是说 这个是我该做的 我该做的是什么 我该做的是神告诉我要这样子做 这个都是可以成为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 很好的这个勉递 所以这个对神致死不移的信心 就是我已经写在这上头 就是西伯来书 十一章的这个十三节 这个是西伯来书的作者 对亚伯拉罕的信心 一句话最传神 而且最真实的一个描述 就这些人 他指的就是亚伯拉罕 以及后面 当应许还没有实现的 包括以撒雅各 都是存着信心使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 只不过是克里斯寄居的 这个就是亚伯拉罕 跟撒雅的信心 但是承受应许的第一代人 撒雅死了 他报定这个既然是应许之地 死也要葬在自己的土地上 事实上亚伯拉罕 因为买了这一块地 我们如果我们接着 创世纪我们继续会读的话 我们二十章章读到了 撒雅站在这一块地 然后我们后来会看到 二十五章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也站在这一块地 以撒也站在这块地 利百家也站在这里 雅各也站在这里 利亚也站在这里 这个都是如果不是亚伯拉罕 他认为神给他的应许之地 还没有实践之前 他用自己的力量 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的话 就不是这样的一个历史 就是因为他买下了 成为自己的东西 然后他身边的人一直到 至少我们在圣经看到 一直到利亚都站在这一块地 不止亚伯拉罕这样子 我们如果来看 《耶稣亚记》二十四章 这里记载的是 雅各跟约瑟 同样的信心 他们从亚伯拉罕知道 迦南地要神答应给我们 永远为业 但是没有实现 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实现 是到出埃及以后进入迦南 还经过了很多的拼搏以后 这一块地才真正成为 以色列民可以永远为业的地方 那如果我们来看二十四章 《耶稣亚记》二十四章三十二节 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 约瑟的骸骨 藏埋在世界 就是在雅各从前用一百块银子 向世界的父亲 哈摩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理 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 在创世纪33章18节那边就记载了 雅各也是一样 他在这个事件 他在事件 同样花了一百 瑟克勒的银子 一百块银子 一百块银子 买了一块地 那后来呢 这个约瑟 虽然死在 这个 死在埃及 他是把他 交代把他骸骨存起来 然后呢 最后他们出埃及以后呢 约瑟的骸骨就葬在雅各 所准备的这一块地里头 我们从 圣经里头这些先贤 他们所留下的一个榜样 就是神 应许之地 还没有 实现之前 他们凭着信心 也凭着自己的行动 当然不只是买坟地这一块 这件事情 我们都看到了很多 他们这种信心的表现 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当然我们今天提到说 这个 他们的信心呢 他们在行为上 在行动上呢 用他们的行为 来表明了 他们的这个信心 以及决心 当然这就会牵涉到 我们跟神的关系 跟神的关系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信主是因信称义 也就是说圣经里头 很清楚告诉我们 人如果靠着 是靠着自己的行为 是不能够被神称义的 因为我们原来的罪 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 可以去涂抹的 而且我们也没有力量 有怎么样的一个行为 来被神称义 所以所有靠着自己的行为 要被神称义 要得救 这个是就圣经 神的经文 神的安排里头 这是不成立的 所以我们才讲 这个罗马说里头 保罗讲的因信称义 事实上因信称义 就从亚伯拉罕就开始了 我们读到 这个 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 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相信 所以神就称他为义 然后就看到了 他在很多行为上 对这个信心的一个搭配 所以 这个 加泰书二章十六节这边提到 说 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 乃是因信耶稣基督 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 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 不因行律法称义 因为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 这个是我们最基础的信仰 但是 我们被神称义 我们能够得救 我们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因信才被神称义 因信 然后借着受洗 借着圣灵的更新 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应许 但是 相对的 这种因信之意是跟神相合 就跟神相合 跟神恢复了 这个父子的关系 这种相合 既然是相合 就是双方面的 就是我们因 不是因着行为 是因着信 我们被神称义了 但是相对的 我们被称义以后 人有该做的事情 所以信心 一定有晋级本分的行动 这就是我们 从亚伯拉罕身上看到的 有信心被神称义 但是被神称义的人 要有相对的行为 来搭配这个信心 所以雅各苏就提到了 这个信心 如果信心没有行为 是死的 那所以他说在十四节 雅各苏二章十四节 他说 我的弟兄们 如果有人说 自己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 有什么益处呢 这样的信心能够救他吗 十七节说 这样信心如果没有行为 是死的 这个就是 晚上小弟 要跟弟兄姐妹 勉励的地方 神给我们的 这个教训 他教导我们的信仰 是一个全辈的真理 有部分的基督教会 对这一部分呢 是有不同的意见 那其中最有名的 就是马丁路德 新教改教的 马丁路德 因为马丁路德是 他是吉利的主张 就是 因信称义 这是对的 因信称义 但是他有一个偏执的地方 马丁路德在 他在写这个圣经注释的时候 他甚至把雅各苏当成附路 以他个人的 当然圣经 他没有办法做主 但是以他个人的意见是 雅各苏不应该列为 新约的一卷书 所以他在他的 私益里头 他把雅各苏把它当成附路 来做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雅各苏里头 雅各苏几乎不谈音信称义 而雅各苏还讲得很清楚 就是如果没有行为的话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心 但是其实呢 神给我们这个全辈的真理 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 被神称义 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 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 甚至按照神的旨意恩典 我们来看提摩泰后书第一章 提摩泰后书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九节这边说 神救了我们 神救了我们以圣招招我们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 这恩典是万古之先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这很清楚 但是雅各长老 他写雅各苏的时候 他是写给当时 这个主要是犹太 犹太的信徒 所以犹太的信徒 所以他这些已经信主的人 他就特别强调 信心跟行为是要并行的 所以我们来看 雅各苏第二章的二十二节 雅各苏的二章二十二节 二章的二十二节 这边说 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 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 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 我们借着信心被神称义 不是借着行为 但是信主了以后 我们的行为要跟我们的信心并行 特别呢 所谓我们对神的信 这个信心呢 要因着我们后面行为的改变 我们的行为的相称 来得到成全 很清楚 所以信心必定有行为 这也是我们教会 从圣经的领受 对圣经的教导 对圣经的教导 特别是圣灵跟我们同在 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 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行为 即使有行为 这个行为不符合神的要求 何况我们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 是神白白的恩典给我们 是因着祂的恩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 但是信主了以后 必须有行为跟我们的信心来相称 所以雅各 其实他的重点在这个地方 你一个信主的人 你讲说你有信心 你信主把神摆在第一位 但是对于神所交代的 教导的 然后呢 我们该有的 该做的 我们都没有去做他 这个就是你的行为 没有办法跟你的信心呢 这个并行 而且这个行为应该靠着圣灵的更新 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因着我们行出来 这个行为是符合神的旨意 是符合神的教导 是能够成为世上的明光 这样我们的行为 是让我们的信心得到成全 所以我画了这张图 信心是因为神行为得成全 我们因信称义 是因信心而非行为被神称义 信心因神的恩典有了确计 因信称义就是 我们的信心是因着神的恩典有确计 就像这个亚伯拉罕 当神告诉他 你要离开吴俄 然后呢 你要到迦南地去 这是我应许给你的 你要在那个地方发展 成为我的选民 他就信了 神就称他为义 他的信心因为是神的恩典 神的安排 他只要信 神就称他为义 神称他为义以后 他就是属主的人 就像我们信主 我们就是属主的人 所以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 当他成为一个属主的人的时候 他是以行动坚定 以行动来坚定信心 遵行神的旨意 那信心就因着他的行为 而更去完全 所以我们就看到 在22章 神给他一次考验 把你最爱的 这个 以撒献给我 因为这个交代是神讲的 他想神一定有他的 神一定有他的这个安排 神一定有他的想法 神一定有他更美好的这个意思 他就按照去做 但是神果然有安排 他的信心 因着他对于神的信 以及他的行动 就更去完全 撒他死了 这个应许之地 不晓得什么时候 才会成为我们亚伯拉罕 后裔的 但是 眼前的事情 他能够做到的 他能够做到的 他就去做 而且做了这个事情 是符合神的 意思的 因为这一块地 要成为你们的地 只是现在他要去买 他也不晓得 神是不是最后这块地 全部都要买的 他不知道 但是至少现在我可以做的 而且是符合神的 意思 我不再走回头路了 我不再把 既然神这样讲 我就不把撒拉在 把他运回去 无耳 我的本家去埋葬了 这个 这样一个属主的人 因着行动 就让他的性情 更去完全 所以我们如果再继续 我们下面几天再来看 亚伯拉罕 以及他的子孙 我们就看到了 当然他的子孙里头 也有很多 做错很多事情 有很多违背神的 这个旨意的 但是我们来看 那些符合神旨意的 都告诉我们 对神全然相信 然后对自己 尽自己的本分 做自己该做的 合乎神旨意的 那这样的一个信心呢 多门神悦纳 就得到神的成全 所以亚伯拉罕 他这种信心的典范 给我们留下来的 我们从最近的 读经里头 就是刚刚小弟 归纳的两点 一个是自食不语 一个是 既是属神的人 既是神的子女 就做神所交代 我们该做的事情 神给每一个人不一样 每一个人恩赐不一样 给我们的不一样的环境 但是神的教导都一样 就做一个神的子民 虽然 你的神给我们所拥有的 不尽相同 但是神的教导都是一样 你就 就像保罗所讲的 就是按照你所有的 按照你所有的 尽你的本分 用行动来表明 你对神真正的信心 这就是亚伯拉罕留给我们的 一个典范 大概一个月前 一两个月前 宣布中心的媒体传播 办了一个培训 就是我们希望教会里头 有很多有经验的 已经在业界对于这个媒体传播 有经验的这些弟兄姐妹 能够来带一些新人 以后可以在教会服事 特别是在媒体传播上头 或者是未来宣布中心 想做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块事工 这个培训也分成六七组 有人写剧画 写剧本的 做采访工作的 然后呢 摄影的 后置剪接的 配乐的 这个服装 表演的服装的 那我们有 有一连串的这个训练 很多人报名 我们台北教会很多人参加 其中 做弟兄 他去学这个 就是 这个 这个 计划跟 采访 那 鲁美斯姐妹 他去学 这个摄影 所以他们后来分组 分组呢 就是说 做一个练习 等于是作业 所以你们去找 找一个人 访问 但是访问之前 要先做计划 要访问什么 把这个逻辑搞清楚 然后呢 联系 就教导他们 应该怎么做 做弟兄找我 我就是 我被练习 被练习 找我就 被访问 感谢主 他们做得很好 我记得 做弟兄 在访问当中 有一段 这个 他们的 他们的作业 现在已经公布了 做得很好 有一段呢 他是问我说 就是 我们谈了很多 但是最后把它剪辑成 一个几分钟的 然后非常的惊讶 他问我说 那 从我的这个信仰的经历里头 那 有没有 要跟 年轻的弟兄姐妹 就是说 我在 这个生爱当中 是怎样子 靠着这个 信心 来 过这个信仰的生活 我记得呢 我就提到三点 这个是三点呢 其实是从亚伯拉罕来的 我说 第一 是竭力追求 摆在第一 不是说它最重要 而就是 以人的本分 以人的本分 所谓竭力追求 就是说 就是 所谓竭力 也不是说 你要拼到怎么样 我说 我总是 尽致的力量 把 这个 该做的事情 做好 把该做的事情 做好 不管你是 做一个父亲 你是做一个 经理人 你是做一个 教会的 执事 教会的信徒 你是做人家的儿女 神给我什么 那我们就 应该竭力 把他做好 把本分 做好 第二 就是要交托 信靠 就是人 有他的 极限 人是 没有办法 做什么的 当你想把 自己把它 做好 你就按照自己 能够做的去做 的时候 然后你要交托神 信靠他 圣经说 一天的难处 一天 当 就过了 明天的事情 交给神 而你就不会 犯得犯失 然后交托 给神 是真的交托 第三 是情愿顺服 就是 情况是 就不管 绝集是什么 既然这个结果出来了 你就 顺服接受 不管他是成功的 是失败的 特别是失败的 顺服接受 再往前走 再回到 竭力追求 交托信靠 情愿顺服 我从亚伯拉罕的身上 从他 这个神给 我们都是跟亚伯拉罕 我们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成为 神的 子女 我们在属灵上 就是他的后裔 我们学习他的信心 而这个信心 就像亚伯拉罕一样 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只要这个事情 是在神教导的 道理底下的 你就放心的 勇敢的 尽力的去做 尽自己的本分 神当时造人 除了按他的形象造人 除了这个 人可以 未来可以 这个来送赞神 很重要的就是 让人来管理这个事 管理这个世界 虽然 亚当下话犯罪了 神同样的 把这个管理世界的事情 交透给人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自己该有的这个 角色 这个角色呢 就是在神的 对神有信心 把神摆在第一的状况底下 我们就尽我们的本分 信自己能够去 做的去做 但是 一定要交透给神 然后呢 顺服所有的绝集 不管成功或失败 就是再往前走 这样的一个信仰的 生活呢 就会越来越甜美 越来 这个 越 越 蒙福 所以今天晚上 特别就是用 亚伯拉罕 的信心 以及 他在信心 之下 成为神的选民之后 他用行为来跟自己的信心 是相称的 所以他的信心就因着 他的 这个相称的行为呢 就得到成全了 我们这样子 互相勉励 晚上的见证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再一起来唱诗 一百八十三